你要自信 是啊 之前 不管是在皇上那儿 还是在家里 不管什么事情有牵连 至少有你给我当后座 现在听了你跟舒大人的秘密 而且都是不敢听的 我连好顿都没有 或者实在是态度 还是死了比较亲孙 我这会儿正在沐浴 你要死 能不能晚点再死 不行 我就要死给你看 让你以后一沐浴的时候 你就想起我 你沐浴的时候 我的鬼魂就出来给你搓背 那你快点死吧 我现在正好想搓背 来 出城 你好狠的心啊 你不仅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苏荣卿死 这就算了 你还能眼睁睁看着我死啊 怎么原来没发觉 你身姿竟然如此好 怪不得沈从对你青睐啊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那等你跟他有了什么的时候 记得知会为生 不 我们一会儿去趟苏府 有些事情得尽早做 私下里处理 我母亲没开玩笑 她真的在计划弄死苏荣卿 我就去找她一趟 让她自己退还 这么晚去啊 着火了 快救火啊 快快快 救火啊 快救火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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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